400多就能到手的乐高科技组 不但体积大而且还有超强的联动 这就是乐高今年发布的42158火星探测车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联动原理 同时也大概了解一下这辆采用核动力驱动的毅力号火星车 以及搭载的机制号火星直升机 先看一下基本功能 这款火星车使用了6套全新开模的车轮 除了前进后退以外 旋转顶部的齿轮旋钮 可以控制前后左右共4枚车轮的旋转 对应的也就是控制火星车的转向 前后拨动这个齿轮旋钮杆 还可以控制火星车进入第二种形式模式 也就是前后4个车轮朝对称的方向旋转 进入原地转向的形式模式 火星车的后方还有两个旋钮杆 旋转其中一个可以控制车头机械臂的伸出或者收回 而另一侧的旋钮则是控制机械臂的上下活动 机械臂的第二个关节和第三个关节 则是直接采用手动控制 此外乐高还还原了火星车的摇臂转向架悬架系统 含有6组车轮的这套悬架结构 可以保证在各种崎岖路面下的全部车轮完全着地 成品尺寸方面 在机械臂完全打开的情况下 总长度达到了64厘米 对比同样是400多可以到手的42139全地形车 可以看到这款火星车在尺寸方面要大出来一大圈 所以这款火星探测车确实是2023年到手价非常香的一款科技组新品 那下面我们就一边听搭一边看一下它的内部设计 这里可以看到左右悬架摇臂是通过大转盘零件和车身主体进行连接 另外也可以看到内部的四组联动结构 首先是前后左右共四组车轮的转向控制结构 动力从齿轮旋扭下来以后 通过这枚黄色的四肢齿轮 驱动左右两侧各一枚黑色的四肢齿轮 并将动力传输给红色的十字轴连接键 可以看到在旋转齿轮旋扭的情况下 两枚红色的十字轴连接键是朝相反的方向旋转 十字轴连接键的动力会从大转盘的中间出来 并在后面连接悬架结构 另外整个齿轮旋扭感也可以前后拨动 在这个情况下 左右两侧的红色十字轴连接键则是同向转动 值得注意的是 设计师在底部这里做了转向线位结构 也就是对车轮的最大旋转角度进行控制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机械臂的相关联动结构 包括两路手动动力 其中一路手动动力下来以后 经过一组万象节 一组球形万象节 然后到达这里的20比12的齿轮组 动力向下 再经过一组20比12的齿轮组以后 控制这根小推杆的伸缩 伴随小推杆的伸缩 这个L型的连干结构则发生相应的旋转 最终是实现控制这里的蓝色43093 绕黑色十字轴旋转的联动效果 后面还会连接机械臂的伸出与收回的其他结构 另一路动力 同样是经过一组万象节和一组球形万象节 再经过这里的8比8的齿轮组 和一组12比12的齿轮组 最终将动力传输给这枚8持齿轮 后面会连接控制机械臂升降的相关联动结构 这里我们先继续 左右悬架摇臂拼完以后 可以看到动力从刚才提到的红色十字轴连接键出来以后 是连接这根灰色的十字轴 然后经过一组4比4的齿轮组 向前后车轮方向传输 中间各有一组和两组万象节 最终是控制前后各一枚40齿轮的旋转 这里可以看到中间的转向架结构 通过两根拉杆连接左右悬架摇臂 实现两侧悬架摇臂向相反的方向旋转的联动效果 非常巧妙的设计 以及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齿轮旋钮的旋转 以及前后波动所带来的不同的联动效果 这里看一下机械臂升降的后续联动结构 动力经过刚才提到的8持齿轮 然后经过一枚24持齿轮将动力向下传输 最终通过一枚窝杆驱动这枚36持齿轮旋转 这枚36持齿轮也就是连接机械臂的关键结构 而机械臂的伸出和缩回则是直接通过一组连杆结构实现 这款套装的拼搭大概用了6个小时 从整体外观来看 作为科技组套装 这款火星车在外观还原方面 并不像砖块类套装那样着重于非常精细的还原 而是更侧重于整体比例的准确 以及各个主要外观模块的完整 包括围杆上的摄像机系统以及超级摄像头 都使用了透明零件进行搭建 另外在围杆上还可以看到火星环境动力学分析仪 机械臂的前端则是环境仪 以及X射线岩石行星化学仪器 其他各个模块的还原也都是比较完整的 在功能方面 旋转齿轮旋钮可以看到两侧的车轮朝相同的方向旋转 也就是正常的转向模式 而前后拨动旋扭杆 两侧车轮则是朝对称的方向旋转 进入火星车的原地转向模式 然后是这个摇臂转向架旋架结构 测试下来也是非常厉害 退席并不是动态版 机械臂的伸出与缩回 以及上升下降 测试下来都没有什么问题 其他手动功能包括机械臂另外两个关节的活动 以及可以水平旋转 或者上下摆动的摄像头 大概就是这些 测试下来都没有问题 在牢固度方面 整个成品基本上没有特别容易脱落的零件 所以应对日常的把玩都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再看这个非常小巧的机制号直升机 上下两组螺旋桨可以旋转 另外通过金色的贴纸 还原了顶部的太阳能电池板等外观细节 综合来看 这款42158毅力号火星车 是属于500元以下可以到手的乐高科技组套装里 并不算太多件的 拥有非常精彩联动结构的作品之一 同时加上NASA的IP加持 因此也是具有不错的收藏属性 这款套装的小槽点主要是在于这本拼搭手册 首先是和其他同题材的类似套装不同 这本手册完全没有对圆形进行任何的介绍 只是在手册的末尾放了一张圆形和积木成品的对比图 另外第378部还发现拼搭手册图示穿模的小问题 对了 这款套装还有AR的玩法 使用配套的手机APP 那么在手机里也有一些可以玩的功能 不过这里我们就不再测试啦 最后简单看一下包装 以及零件分包 那本期评测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拜拜